那今天我们录一期Push Baby 今天Push Baby讲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 那因为最近呢 我一直在用这个M43画幅的东西在拍摄嘛 那大家都知道M43画幅呢 这种Micro Force 2的 它这个画幅的面积 其实是要比全画幅要小四分之三 对吧 就是它的面积的四分之一 所以说你像这种相机在使用镜头的时候 那么它是要乘以一个交际转换系数的 比如说像这个镜头 它是一个20毫米的镜头 实际上在M43画幅上 它是40毫米的镜头 等效全画幅的话 之前看过我有专门做过一期 这个是不是抵达以及压死人 那很多B站的朋友在看 那有讲 那我们得出来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M43画幅不光是说 焦距乘以这个转换系数 那么光圈呢 同样也要乘以转换系数 比如说像同样是这个镜头的话 它是20毫米F1.7光圈的镜头 它如果要乘以焦距转换系数的话 就是F3.5相当于全画幅 40毫米F3.5光圈的一个镜头 那M43画幅的相机 比如说松下或者2084相机 虽然是很好用 但是大部分人 选择全画幅的相机 因为毕竟你画幅更大的时候 那你这个在高ISO的情况下 那个噪点水平是更低的 而且你的镜头 它的光圈也不会缩水 焦距也不会缩水 尤其是超广角的时候 或者是大光圈镜头的时候 就比较占便宜 那我今天要专门讲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它可以把这个大光圈的镜头呢 的一些好处 大画幅相机的一些好处呢 给用在M43画幅上面 这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叫做减焦增光镜 什么叫做减焦增光镜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呢 是跟转接环差不多的 这是一个M43卡口 转换到佳能卡口的一个算式转接环 它跟正常的转接环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适码的MC11转接环 这个是索尼的E卡口 转换到佳能的EF卡口 那它中间是通透的 看到没有 这个动作是比较污 反正要告诉大家中间是空的 但是呢 这种叫做减焦增光镜呢 它中间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楚 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中间是有一个镜片的 那这个镜片是做什么用的 拥有这个镜片以后呢 它其实就可以 就跟它的名字一样 叫做减焦增光 就是当你使用M43画幅 我们如果用正常的转接环去 转接M43画幅的镜头 到佳能的镜头的时候 它的焦距是要乘以2的 然后光圈也要乘以2 通过使用这个镜头以后呢 它会一部分的还原这个焦距 就是把这个焦距 因为乘以2的时候 它数字会变大嘛 通过一个减焦 就是相当于还原一定的焦距 还原一定的光圈 它叫增光嘛 就是把镜光量给它还原回来 那这个转接环呢 是叫KIPON K-I-P-O-N 这是他们最近才出的吧 这个叫做85IS BAV-EY-E-S 这个焦焦增光环 它拧到M43画幅相机上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边呢是M43卡口的 这边对齐 你就可以拧上去 好 这边拧上去了 然后呢 我们再使用一个 佳能口的镜头 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佳能口的镜头 它是适马的18到35毫米 可以看到 18到35毫米的镜头 这个镜头非常经典 我之前也推荐过很多次 那么可以这样拧上去 好 就是一个转接环嘛 对吧 它是M43卡口 转到佳能的EF卡口 那使用这个 剪焦增光镜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知道 如果使用正常的转接环 转接的话 那这个18到35毫米 F1.8光圈的镜头 在M43画幅上 它应该是 36毫米到70毫米的镜头 对吧 等效的焦距 那光圈也要乘以2 是乘以得出来 结果是F3.6 对吧 那么通过这个 剪焦增光环呢 它是有一个 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0.7 也就是说 36毫米到70毫米 这个焦距 可以给它变成 乘以0.7 我要算一下 18毫米乘以2 是36毫米 乘以0.7 等于 它是实际上变成一个 25.2毫米 那相比于 之前的这个36毫米呢 原本是丢失了一个广角 但是通过这个 0.7倍数 它就还原出来 大概等效25毫米 26毫米左右的一个广角 这样的话 就可以拍到更广的一些风景 那么 35毫米乘以2 再乘以0.7 那它会变成一个 相较于之前的70毫米 是一个人像长度的一个焦距 那会变成一个50毫米 一个标准焦段的一个焦距 就是从一个 稍微的一个广角 到一个50毫米的焦距 那么 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施码的18到35毫米呢 它其实是个APS-C画幅的镜头 那它用在 佳能的APS-C的机身上的时候 那实际上也大概就是26毫米到50毫米左右 那么也就是说 通过这个转接环 减焦增光的转接环呢 在M43画幅上 它相当于还原了佳能 APS-C画幅的一个视角 那甚至还比佳能的要稍微广一点 因为佳能是要乘以1.6嘛 同样呢 这个光圈呢 我们之前又说过 光圈有个焦距转换系数 那它是一个横定1.8光圈的镜头 乘以2 对吧 正常的转接环是F3.6 那再乘以0.7 也就是说它会相当于一个 F2.5光圈的镜头 所以说光圈也还原了一些 这样的话 你在弱光环境下 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进光量 那你的这个ISO就可以更低一点 画质更好一些 那它这个原理 其实就是中间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镜子 对吧 这样一组镜片 它就可以把原本只能覆盖 APS-C或者全画幅相机的一个范围 给它缩小 给它缩成这个M43画幅的一个范围 所以说原本是这么大的进光量 进来以后 被M43画幅给剪裁掉 那么它把这些所有进光量缩减下来 就相当于压缩嘛 原本这个无法承载那么多水的情况下 它这时候就可以让它 相当于是一个APS-C画幅相机 所以说呢 就是这个东西就很神奇 但是呢 神奇的东西都是要有成本的 这个转接环呢 其实也不是很便宜 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是很便宜 对于我来说也不是很便宜 这个转接环呢 现在大概是2000块钱吧 2000块钱左右 相较于一个 比如说佳能这种原厂的转接环 对吧 就是EFS卡口 转换到EFM卡口的这个转接环 这个转接环大概也就是 四五百就可以买到了 所以说它相比于来说 它这个成本还是四倍的价格 对吧 成本还是有点高 所以说就看你怎么选了 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去买这个转接环 你是不是想用M43画幅 比如说松下相机的4K的拍摄的功能 对吧 佳能是没有的 比如说松下这个相机的 这个内置的五周防抖 佳能也是没有的 内置的光学五周防抖 佳能有电子五周防抖 但是电子五周防抖会降低画质嘛 所以说松下的光学五周防抖 CMOS的五周防抖 是你可能更想用 比如说非常快的这个触摸屏 或者非常快的对焦 或者是操控这方面 那你跟佳能去比的话 看你值不值得去花这1500块钱 来买一个这样的转接环 即使说你考虑到 我想买一个这样的 减焦增光转接环 它也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在你换上来以后 它的这个对焦速度 是不是能够达到 原厂的那个对焦速度 对焦水平对吧 那你可以看到 相比于原厂的M43镜头呢 在使用转接环以后呢 它的这个对焦速度 还是有一点点慢的 如果你能仔细听的话 你应该可以听到 它的这个对焦的声音 可以听到这个镜头的撞击声音 对焦速度是一个问题 另外是一个 因为它毕竟加了一个镜片啊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 原厂的这个镜头的画质的 那么经过我测下来啊 这个原本大家都知道 适马的1835 它画质是非常好的 即使是光圈全开 F1.8的情况下 它也是画质非常好 但是经过这个转接环以后呢 画质下降的是比较厉害的 经过我测试 画质下降是比较厉害的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呢 是我们送下的相机 是有五周防抖的对吧 但是使用这个转接环以后 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 能不能看到这个上面 有一个红色的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的五周防抖 现在是关闭的 也就是说 转接到这个转接环上以后呢 这个机身的五周防抖 就不工作了 那大家都知道 适马的1835 它是不内置光学防抖的 所以说 如果你丢失了一个防抖功能的话 在很多情况下 比如说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 就不得不提高ISO 或者提高快门 这就是这台相机 最大的一个特点之一呢 就没法使用了 所以说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但是呢 作为一个非常穷的人呢 我一定要为大家寻找 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市面上不光是 只有Kipong一家做 这个转接环 有另外一家公司 大家有可能听过 叫做Metabooms 他们也出了 一个这种剪胶环 他们的剪胶环叫 Speed Booster 这个剪胶环 那它的中间呢 也是有个镜片的 同样呢 我也可以换上来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Speed Booster 后面是M43卡口的 前面是佳能的EFM卡口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也是跟 Kipong的那个差不多 但是呢 这个转接环就好很多了 首先是对焦方面 你可以看到 这个对焦的话 就好一些 但是没有 好特别利 跟大家都知道 这个松下原厂的 对焦速度是非常快的 它没有办法跟 松下原厂去比 但是呢 我认为 这个对焦速度 已经很快了 所以说 它相比于Kipong的 转接环呢 对焦速度更快些 第二个是画质问题 刚才我们都讲过 Kipong的这个画质呢 是非常差劲的 就是尤其是边角的地方 三分之一的位置 这个画质下降特别厉害 原本就非常锐利的一个镜头 结果经过转接 就差得要死 觉得转接过去以后不划算 那Metabones呢 它的画质 我认为是非常好 虽然说可能达不到 比如说直接在佳能的机身上 去使用的那种锐利度 但是呢 我觉得也很不错 我还是能接受的 这个画质还是不错 就比Kipong的要好很多很多 第三个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右上角这个小手 它现在不是红色的 它是一个白色的 意思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的防抖是开启的 也就是说 使用Metabones这个转接环呢 它是可以使用 松下的机身五轴防抖 所以说Metabones的转接环 就要比Kipong的好很多 而且呢 它是乘以0.64的 大家可以看到 Kipong的转接环 是乘以0.71的 所以说它焦距会减的更少 然后光圈会放的更大 它要比Kipong的好很多 但是呢 同样的好很多 也是有很大的代价 代价什么呢 这一个转接环 就将近5000块钱 现在市面上 卖4500吧 将近5000块 就比Kipong的转接环 要贵一倍多 所以说 如果知道价钱了 你知道这个 适马1835 这个镜头二手市场上 也就3000块钱 GX85二手市场上 也有就3000多块钱 就只光一个转接环 就要减低5000块钱 所以说你觉得值不值呢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如果你是希望 使用松下的光学五轴防抖 因为佳能没有光学的五轴防抖 是电子的五轴防抖 画质会下降很多 同时又希望使用4K 同时又希望使用触摸屏 希望使用比较好的操控 你可以买一个 我应该是会留着这个转接环 因为我觉得M43的相机 用起来比佳能原厂的要好 包括你在拍视频的时候 五轴防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会放一些视频 我之前就去专门用 这个转接环进行拍过 之后我会有专门一期节目 来比较Metabones和Kipong 这两个转接环它的画质 对焦各方面的一个对比 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参考 不管你觉得值不值吧 反正是我应该会一直用 因为我觉得相比于佳能相机 反应那么慢 使用松下的相机 我觉得可能更顺手一些 而且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佳能的80D 什么EOS M5 M6 在使用原厂转接环 转接适码1835镜头的时候 会有跑脚现场 而且是不可以修复的 然后我跟官方也确认过 确实有这个问题 暂时还是误解的 所以说我可能会更远留 这个转接环实用 因为不管是视频的画质 防抖 相机的操控 还有各方面东西 我觉得它M43画幅 松下的相机 都要比佳能的相机要好 当然就算是你买 这样将近4000块钱 5000块钱的一个转接环 也并不是说它是完美 首先它的单次对焦 跟原厂比 虽然它不跑焦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慢的 应付一些速度比较快的对象 或者是情况比较复杂的对象 比如说我会放一段视频 我之前去拍小朋友 小朋友在池子里跑来跑去 基本上对不上焦 你只能说让它停在 那个地方可以对上焦 再比如一些拳击训练 那个情况也比较复杂 你使用这种转接方案 只能说是非常够呛的使用 跟原厂的对焦水平 还是差一些 这次一点 然后另外就是视频的对焦 视频的自动对焦 使用转接环的时候 也是比较差 尤其是keep on的转接环 它会隔一段时间 就拉一次风箱 这样子 暂时没有办法解决 你要么就是使用手动对焦的方式 所以说即使这么大的一个代价 成本这么高 它也并不是非常完美的 所以说利弊权衡 大家自己考虑 我认为的话 M43能带给我的价值 我可以舍弃一些 转接佳能相机的一些优势 最主要的是 阿士马1835 转接到佳能相机上 跑焦你知道吧 这是最恶心的事情 而且是没有办法修复的 所以说 这个是非常致命的 对于我来说 基本上没有办法用 1835这个镜头 转接到佳能的相机上 具体后面还会有很多节目 来专门讲转接的东西 然后会有一些实拍的视频 让大家看一下 具体在拍摄活动 或者拍摄人像 它到底是有什么情况 是怎么样 到底能不能用 然后这个价值值不值个钱 大家可以看之后的节目 好吧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Thank you 谢谢大家